國民黨議員徐曉星 日前就在臉書開直播爆料點名 這個資安院有積欠員工薪資的爭議 以及同時他也提到說 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 過去有多次幫私人企業類似背書 甚至拍影片宣傳的一個部分 也被徐曉星質疑 是有濫用政府公信力 甚至是濫用政務官職權的一個部分 不過對此唐鳳今天也首度做出了回應 我們帶您聽一下他的最新說法 這個我們都已經第一時間就回應了 那在資安院的情況 我們三月初當然就會撥伏二月 一整個月的薪水 那如果是一月 好像一月中旬或一月底來的話 那最晚也會在三月初一起撥伏 這個之前就已經很明確回應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好像說我在錄影的時候 是不是說就是兩年前 還是三年前的錄影 那現在就是那家公司 又在打廣告說 如果來就是當他們的學生的話 就可以看到這個錄影嘛 那我們也有回應嘛 第一個是說當時的錄影 本來就是用CC授權釋出 所以就算你沒有加入那一家公司的會員 反正到我們YouTube頻道也都可以看得到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那個錄影談的事情 包含社會創新開放政府 是我當時2020年的本職業務 所以並沒有說好像我現在又突然間跑去錄影的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是2020年的事情 好 那麼可以聽到呢 有關這個資安院薪資的問題呢唐豐他也解釋說 已經跟內部員工進行了溝通 那麼也確定薪水會在三月初的時候就會來核發 那麼對於徐曉星點名說 他有不務正業的一個部分 他也解釋說其實這個影片呢 是在過去兩三年前就已經替企業拍好這個影片 當時來做宣傳的 不過是這個企業呢 在今年再度把影片拿出來播放 因此呢其實他也不是以數位發展部部長身份 來錄製這個影片的 也沒有濫用政府公信力的一個議題 那麼以上是他做出的最新回應再把時間交換主播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可以 都已經進行了 必須 再次 努力 一手掌握 加油